寇大人听到了差人送信 马上就来在了门外 一看果然是川公大太监 崔尽忠举着娘娘的旨意 崔尽忠一看寇大人出来了 高喊一声 访天成运 娘娘密旨昭曰 寇准接旨跪 千岁千千岁 刘袍旺帝贵 奉天成运 娘娘密旨昭曰 哀家 知道从峡口县调来了爱卿扣准 在御师衙门审问攀养这一案 哀家知道给你送你一份礼物 听说扣爱卿的生活不太好 石河上有礼丹 打开礼丹棺桥便知名薄 不过这个礼丹送去了 收也得收 不收也得收 收下知道为什么吗 臣不知道 叫你把潘大帅的官司给我断营了 如果把潘大帅的官司断营了 魂在罢了 要不潘大帅的官司断束了 小心猴仔子的陆阳魁首 指引独大王朝谢根 接着孩子们回客 把旨意往寇大人怀里他们一拽白手一叫小太监们回客 小太监把石河撂下 是回客到回客 就都回客了 套了人把旨意往怀里他们一抱 心里话这事麻烦了 礼物给你搁在这 收也得收 不收也得收 不收 搁这丢了你负责 反正给你送的 没办法 来人呐 要把东西抬里边去 是 当差的过来 抬着石河 上这个书房了 马上扣大人吩咐 叫差人告诉这个 厅堂的老百姓 今天是问不了了 明天再来厅堂 叫杨六郎回转 天伯楼吴宁阳府 当时大堂上都打定干净了 人们都走了 扣准回转书房 敢倒在了书房里边 一看那有礼单 打开礼单瞧瞧都送的什么吧 扣大人打开礼单那么一瞧 好嘛 那金银财宝就不用说了 珠宝玉器珍珠玛瑙 好 太多了 扣大人一看 这礼物是够重的 娘娘为了他父亲的官司 真舍得花呀 哎呀 可这礼物我要收下 这官司当然咯 该怎么断就怎么断 可是有一节 娘娘饶得了我吗 我得想个办法 来人哪 是 大人有什么吩咐 外边给我顺教 抬着这架石盒 跟我走 是 差人外边准备好了 寇大人出来上了教 有差人又抬着石盒 大人 再上哪去 南庆宫 给八王前岁送礼去 当差地瞧 行啊 给南宋王送礼去 哈 那就看着南宋王收不收了 走吧 当差子抬着教 就离开了这组 运石衙门 拐弯墨角 就到了南庆宫 来到南庆宫的宫门这 叫乐了地 寇大人下了叫 前丙明当差的 一看两个门军在这站着 寇大人一抱拳 二位 辛苦 辛苦 老您金身大驾 您给传个信 丙明八王前岁 以南宋王得知 我叫寇准 寇来宫 有事求见千岁 文君上下打量打量 啊 你要见八王爷 是的 来过吗 啊 头一次来 不懂得规矩 你这么一说 我就给你往里跑 传信去 是吗 跑坏了一双鞋 得自个儿花钱买 懂吗 嗯 装傻 出梦 哟 寇大人这么一听 那还听不出来吗 这是要门包啊 你不花门包 他就不给你送信 不给你送信 你就见不着八王爷 心里的话 哎哟 一国之君 南宋王啊 他的手下人敢使门包 没法子 自个儿拿钱 要的没钱 钱有的是 那石河里边有的是 敢拿吗 不敢动 没办法 跟台石河大台教的 差人就商量 我说 哥几个 怎么样 手头方便吗 钱借我点 咱没钱进不去啊 当差地下 我说大人 我说实在的 我们有一个多月 还没有开饷呢 因为前任的大人没有了 我们也没有开支 没钱 凑凑 看看腰里有没有 好 好吧 凑凑 我让你 你有没有 掏掏 掏掏 往口袋里摸索摸索 几个人凑到里一块 给了寇老爷 寇老爷接过来 一看 七个老钱 里边 俩黄沙板 还一个水上飘 哎呀 寇大人一琢磨 七个老钱 还有三个花吧 这要直接的给他 他准不要 寇大人问寺外 啥的都啥的 离南庆宫 宫门不断太远 有一家刚办完了起事 贴的红对子 他过去把这红对子 一个脚撕了不点 把这七个老钱就包起来 包了个小包还挺好看 过来了 好好 各位门君大人 我心来乍到 说实在的 我的俸禄我还没下来 我这心借了俩钱 无多有少 买酒不醉 买饭不饱 买包苦茶也喝吧 门君子别看这小包挺好看 越小 里边包的东西越值钱 这 这 哎呀呀 不是啊 你家是有事 你就说个话干嘛 还花钱呢 你真是的 这这 你看跟我们怪不好意思 接过来往手上一颠 不压手 没分量 心话什么玩意儿 打开看看 把这包就打开了 一看 好 七个老钱 两个黄沙坝 还一个水上飘 门君一瞧 你可真是拿我们改人呢 你糟蹙我们 七个老钱就把我们打掉了 走 你当打发要饭的了 要饭的都不要 走走走 走 嗯 得追了 不要 靠大人一瞧 你不要 我还省了拉杖 你不要 我要 又捡起来 你你几个 给你一个 你两个 好 又还回去了 靠大人一点头 用手点指好 你们二位可不给我送信 我可是侠口线 新掉进了京城 在玉石衙门 升堂问案 审问排阳 问案的情况 八王爷可说了 叫我随时到这送信 我今儿个来送信 你们可不给我传 好了 我不来了 八王爷要问我为什么不来 你们不给送信 我也没办法 我就走 哎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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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靠大人 你早说呀 你要说为骏马的案子来的 那我们不早就送信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这才往里传信 银安店秉明了八王千岁赵德方 八王爷一听扣准来了 心里高兴 来呀 选扣准上殿 是 指一传下 千岁指一向 扣准进见 银安店去见千岁 扣大人点点头 千岁慢慢的后等 扣准来了 银安店 梦千岁 八王千岁八志传 在外边 警供靠准 四品的馆 大赢了一生 走上了殿 那么八王千岁看周全 见寇准 方赤的木杀在头上呆 懒断的官府在这身上穿 腰中的玉带 多么饱满 啊 啊 啊 分底这巢穴 在这足下穿 看他的武官相貌 多么好看 在胸前飘骚 无流的默然 这寇准 来到了阴安殿 曼法万 他的大公司里巴 高万万生千岁 龙体深岸 八王爷点头 面带着笑 连把口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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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得这么一般 口爱卿 千岁 免离一坐下句话 是 谢千岁 口爱卿 你来在南庆宫有什么事吗 衙门口问案的情况 怎么样 口吐 口准 文言 黄面的朝山 口准千岁 平过眼 不提问案 还在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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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此事 真叫为辰 难上加难 哎 微臣对这个难子 说实在的可不太好问 哦 这么回的事 欺兵千岁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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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就把大唐声唐问案的情况 仔细这么一谈 可是潘仁美呢 虽然他咬定了牙关 不承认此事 微臣想尽一切办法 也得叫他招认了 可正在要招要不招的这个结果眼 您瞧瞧 啪啪李丹递过来了 您看看 八王爷接过来一瞧 送这么重要的礼物 甭问 这是娘娘的人情道 嗯 八王爷就把脸儿沉下来 口感清 那么礼物你收下了吗 欺兵千岁 奉着这秦差把礼物就搁到门口了 娘娘有话 说了这 收下也得收 是不收也得收 收下 得把潘大帅的官司断营了 要如果断输了 小心我猴子的路洋魁首 礼物搁下就走了 丢了我得负责呀 我一看 要不礼物抬得我的衙门 我的衙门太小 怕招贼呀 所以我给您送来了 哦 给我送来 那么本玉要是不要呢 我也没说给您 我是叫您给我存着 好啊 那么我给你存着 将来这个东西也算是你的 那么礼物你就决定收下了 欺兵千岁 微臣不收也不行 收下了 那么这个案子你怎么问呢 这点请您放心 礼物虽然收下了 官司是一共办公 该怎么问还得怎么问 哦 真的吗 微臣不敢欺骗千岁 哈哈哈哈 哎 八王爷一看 这个小官 可惜 在峡口县窝了十二年 要是早发现呢 可能他就得早就成当朝一品了 哎 看来真趋了财了 趁以天官之财呀 呃 臣谢主隆温 嗯 寇盖清 你谢的什么温呢 呃 千岁封我天官 天官 我 我什么时候封您了 不您刚说了 我趁以天官之财吗 哎 我是说你在峡口县窝了十二年 要是早发现你 你不就早成了天官 我就打了个比方 你趁以天官之财 君无戏言 既千岁说出来了 您就得算数 那八王爷一看 哎 人是好人 可就是有一劫 撒赖 我说他就是天官 打了个比方 他就写恩 好吧 换衣服吧 马上又换了朝服 换了朝服之后 在这一座 八王爷越看越爱看 信了话这人 赖天官 纯谢主隆恩 哎 你怎么又谢根呢 千岁封我赖天官 嗨 我说你刚才那个天官呢 就是赖过去的 你怎么 哎 一个天官还不行 你又 你又赖个天官 双天官 七品生玉士就月者祭的风 哎 这玉士又升了天官 又月吉 你这还还吃着两个天官的风路 千岁 您一个王吃着八个王的风路 我比起您来还不算多 啊 好好好 你就是双天官换朝服 这又换朝服 再换出衣服来 再在这一座 八王爷更爱看了 一瞧后大人 带凤翅的无杀 身穿白顿色的蟒头 过肩蟒 底下是龙探肘 海水江崖的袍子 蟒翻身 喝 人配医生马配肝 再在这一座 才三十多岁 四十来岁的人 哎 白脸盘 胸前飘洒莫虚然 八王爷心了会儿行啊 双天官就双天官 只要把案子问个清清楚楚 给这被害者明的冤 四个天官也没事 口感情 礼物 本欲给你存着 官司 要一共办公 我可听你的信 是 秦思义 微臣告辞 好吧 赐给你半朝轮驾 存堂的直视 回去吧 不过 我可告诉你 有事 就给我送个信 案子问到什么情况 随时随地的给我送信 千岁 我就这一趟 下次我就不来了 嗯 为什么 我来不起 来一趟二百两 来一趟二百两 那我来得起吗 我也常来 我得花多少钱 再说 我这俸禄也不够 花这个钱的 哦 八王爷这么一听就知道 门君使门包了 跟他要门包 回来 回来 坐下 坐下 来人哪 把门君勾下来 说 大王爷一会儿 把门君叫来 参见千岁 千岁 您有什么吩咐 我问问你们 我寇爱卿到这儿 给本玉送信 你们要他的门包了 我 嗯 千总 我没要 没要 来一趟二百两 来一趟二百两 他花得起吗 甭说是他 谁也花不起 回家 把那二百两银子 拿回来 退回去 我 二百两 怎么着 他还会说瞎话吗 我的寇爱卿 能讹你们吗 嗯 我 我说 我说 寇 寇 寇大人 二百两啊 咱可凭良心 七个老钱 还里边 黄 黄沙板 水上飘的花 不得 您 您 回家 拿家 那 我说 扣着也不搭给他 你们那说什么 说什么 当差的已经 好好 我们拿着 我说 二哥 你钱借我行吗 钱借我一百 我没有啊 没有 你没有 我也没有 我没 没有 怎么办 没有 回去当裤子 这杯 俩当差的 别管怎么着吧 东摘西界 连当衣服 凑了二百两银子 拿回来 钱借 拿 拿了 给我的寇爱卿 是 寇老爷 给您吧 您花吧 啊 希望您拿 花长着点 啊 您多花些日子 寇准知道 就是制止他们就得了 也不是为拿他们这二百两 好吧 今后我来了啊 就少要两回就行了 这回的钱 出手的钱 我就不要了 你们拿回去 哎呀 我的寇老爷 您要早说不要 我们省了 带裤子了 您您您这是怎么的 这这这 好 您那些 谢谢老爷 谢谢千岁 打这一下 就把他们制服了 只要是寇大人 今后要上南庆宫办事来 坐着教 在大街上一拐弯 当差的一看 哟 寇大人来了 赶紧送信 送完信回来 寇大人刚在门外下轿 不叫他等着 寇老爷 离请 千岁说请 就这么省事 给制过来了 寇老爷 心里的很高兴 你们爱骂 你们就骂吧 这才外边 八王爷 赐给他的八台大教 寇大人 坐教人台 带着全堂指示 回玉石衙门 到了玉石衙门里边 一进府 其他的衙医们 这么一看 就知这小官有能耐 了不起 这才来了几天 就升为当朝一品了 过来赶紧给寇大人见礼 寇准又重新布置布置 干拜干拜 明日升堂 转过天来 还跟昨天一样 放告牌戳出去 徐克老百姓平堂 大堂上都难拜好 三班牙医 两边一站 一喊堂威 寇大人坐在了当中 六郎来喽 一看这位 寇大人升为 双天官 知道了不起 六郎这才旁边一站 寇大人吩咐 带潘红 马上有人带这位潘仁美 潘仁美心中暗想 昨天升堂升了个半截 甭问 娘娘的人情一到 今儿个官司就得翻个 只要官司一翻个 保住我这条老命 杨柳郎啊杨柳郎 你就是告 你也白告 我们下公子的 你也让他每年持续 来麻烦 你也让他来 你也让他来 带出来了人呗叫攀洪 拉扯扯走上这座大汤铁 攀洪梅摔脸抬头往上看 瞧见了这位口海公 攀洪桥巴呆呆的发冷 会有的心中难定名 在昨天娘娘依然送来了礼 可为什么扣准她把官之声为的和情 哎呀娘娘送礼怎么倒把她这个官给送上去了 哦 官断十条路十人久不知 也不能够险山漏水的我一上堂就看出官司方案了 嗯 攀洪想把阿头给陛下走上堂来归留兵 问了上大人您可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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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可问了你为何害死杨家的病老杨家跟你有何愁何恨 为什么你把七郎眼死乱剑绷 把六郎救给被了害 黑气脑表你图脸绒 最终管下了牙牙龙 逃回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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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下了你的可为什么 要定了牙关 不着真情 盼人没一门此言 忙把头口 扣大人脸脸 叫了两声 扬扬州 血口盼人 把我害 我本是国家的 赶国的两种 寇大人 您可不能听一面之词 我盘红敢比青天博弈柱 嫁孩子今良 我挂元帅不是一次挂帅 您可以在万岁的面前您问一问 盘人们也对国家是赤胆忠心 杨六郎是逃军开小差的 他误告我 他要不误告我 他不就担了小差之罪了 两军阵前 塞北国造反六国三川九沟 十八寨联军攻打大宋 他在两军阵前不抵挡敌人 逃回了京城 告我潘日美折盖他的罪名 寇大人 请您给我做主 好 真是铁嘴刚压 潘日美 既然你不招 那我可就没办法 来啊 大行伺候 战龙 战龙死不了人 战龙是什么样的呢 就立着啊 你比如说这人八尺高 这三块板啊 得有九尺高 底下垫好了砖 把这个犯人呢 扶着 踩到这个砖头上 三块板 这边一块 这边一块 后边一块 这三块板 把它夹住了 也就跟脖子平着 上面有两块在夹一样 哎 就拿着三块板一支 当劲一个眼 把这脖子给套住 站好了 不打他也不骂他 第一撤砖 一块一块 把砖头都撤下去之后 这脖子可就穿起来 哎 穿得这脖子后边 这筋疼啊 死不了 穿活不招 不招就从唤形 瞧暖子敢粘 您听这名字多好听啊 一大粘子 往上边 铺好了 铁极里 有这么厚的一层 铁极里那个尖 都像小钉子似的 往上立立着 把这人脱了光榜 啪 往上面这么一搭 躺在这个毡上 哎 当差他过了一滴毡子脚 这边一高一滴 一高一滴 犯人在上面来回打滚 铁极里都扎到身上 扎的时候愣扎 烹撑扎进去了 得往下摘 把它搭下来 站到地下 有招吗 没招 一个个的往下瞪 这也死不了 就是疼 把盘人美剪 这是折腾的 一会儿一个死 一会儿一个死 不过今儿个过堂呢 就死的时候少 不敢用别的刑具 他年岁大了 正在这个时候 各若堂的时候 两边老百姓 大学无声就这么看着 到底瞧瞧这小官 有什么手腕 有多大的本事 能把盘人美的口供要出来 盘人美铁嘴钢牙咬定牙关 就是不承认 正在这个时候 外边登登登登登登登 当差的惊人 报欺禀大人得知 这个 啪的扣大人耳朵 嘀咕嘀咕 扣唇就是一愣 哎呀 好吧 既然如此 离这还多远 不远了 来人呐 听我的吩咐 你们两边站好 走 走 走 来人的唱歌 gendeina 嘛 有什么鬼 这是不 contribut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朝一片 双天端 安排了听当 到门前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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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在了门外 仔细地观看 从对面 穿堂的指示 也倒在了门前 在这正当中 讨开了八匹 那家堆子马 马上的将官好美呀 全都是 大一把砸筋 在这头上的 荒泥色的马罐儿 绣着龙婆 马罐儿全都是穿头的理儿 封过童的扣子 系在他的心肩 绿皮子的腰道 就在左蕾夸那般 头端靴 脚不眼儿穿 端靴 穿头是不够分点儿 而前后都叫着吕云子转 又对对板子 对对棍 对对铁锁 对对鞭 在当中打的一把 就去外拨的黄罗山 龙鞠凤年 在下边 无缝朝阳 向金顶 星黄端子 外边萌芽 朝阳伯母 在这里边坐 在这头上带着五缝端 山川日月龙凤 穿出的雨的 鸡腰间 把佛罗群 在这腰中的 风头的弓声 穿在脚下边 在怀中抱着 象牙虎般 踏着面臣似水 走眉间 后大人 瞧挖了多时 投给帝家 他抱穿公手 把腰弯 双鞋跪在了地平川 问了生 娘娘千岁 一向好 再问国母 凤体身安 您不在朝阳院 保养身体 来在了浴室府 为的哪班 娘娘这旁 八眼灯 哪个风塔 霜天关 叫寇准 摆家执掌 朝阳关 听见说 你在衙门之中 神问攀阳 要命令 摆家我 放心不下 看一看 我的特语 来在了大堂前 寇准啊 听说 你审问攀阳这一案 你问的挺好啊 哀家放心不下 要来听听堂 看你怎么问法 偷钱带路 我要到大堂上听堂 呃这个 娘娘千岁 可是 您是一国之君 这是老百姓 待的地点 是不是您 少废话 偷钱带路 扣准一看这怎么办 他非要听堂 不叫他听还不行 啊 娘娘请 寇大人 头钱领路 公俄财女 上前掺着娘娘 就走进了衙门 来到大堂上 单烂的给这位 朝阳国母搭了个座 哎 他的轮架在门口一摆 好多的御伦军金瓜武士 在两边一站 哎 就这么大的威风在大堂上 那么一摆 哎 老百姓一看这麻烦了 怎么这小官不好问了 这是派人美的姑娘 这么大的势力 你说娘娘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扣准 现在双天官双天官才惹不起娘娘 这难子没法问了 可是老百姓都替这位寇大人提心吊胆 扣着一看没办法 喝出去了 赶紧撩袍端带来在了大堂正当中做好 娘娘你不在旁边坐着活该 就算你没在这一样 来啊 把派人美带过来 是 快 当差的也长了劲了 为什么有这小官给逞腰怕什么呀 过来过来过来 把派人美又拉过来 我问你 在外边如何害死了杨家父子 杨领公为何在李陵被碰死 人呢 谁不愿意活着啊 好死还不跟赖活着了 就是千军万马围困他也不至于自己在李陵被碰死 杨七郎是何人把他乱见村深 那杨六郎是有招有对目 此眼见 他看见了 哎 能说误告你吗 还不赶紧的承认此事 哎 靠大人 我的晴天大老爷 攀人美攀红 冤枉啊 我实在的冤枉 我不能承认 不承认 来啊 动刑 就停着娘娘 动刑啊 哎 什么这个这个卧龙啊 跪铁锁呀 哎 跪铁锁那边 人身上不是肉 竟是油 往铁锁上拿搁那边 一跪 人就得死过去 不过这个铁锁不能烧过了劲 别烧红了 不烧红了也是热呀 他人美往上一跪就晕过去了 拿草纸熏 待醒过来攀红哭 啊 娘娘千岁 你为臣做主 冤枉啊 娘娘没有言喻 这又给上行 醒过来 还是冲娘娘喊冤 朝阳国母实在的忍不了 靠准 哦 娘娘千岁 你好大的胆子 啊 潘大帅是赶国的忠良在两尊镇前被杨家将所害 诬告潘大帅 你不给好人做主 你反而给他动刑 艾家昨天的人情到了 给你送来礼物 你也收下了 为什么你不替那一家办事 啊 靠准你真来大胆 哦 呃 娘娘千岁息怒 娘娘息怒 您是一国之君 知道微臣在峡口县穷得要兵 您给微臣送来了礼物 我从内心感激 给我姐姐穷 娘娘的意思我也领会到 您是叫我给忠良做主 给被害之人明冤 绝不能叫坏人 逍遥法外 不能叫他仪仗着啊 兵权在手 想害谁就害谁 这个我知道 娘娘千岁 关断十条路十人就不值 您不知道 我一定要潘红的口供 一定叫他承认此事 如何害死杨家将啊 请您放心 您别着急 你 娘娘你看你可真气人 哦 我合着花钱叫你 把盘人每一折腾一会给折腾 哎 你你你真来可恶 大胆 千岁 您放心 我胆子不大 啊 我胆子大 不就问出他的口供来吗 请您放心 有娘娘给我逞腰 我一定就怕人没承认啊 不过您别着急 一会儿他就承认了 哼 娘娘一看你可真气我呀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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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心的把哀家气死我我跟你喝出去了 娘娘说话一伸手把凤冠摘下来 你真来大胆 他拿凤冠就往扣大人的眼前这么一追 扣着一球往旁边一闪声啪叉 这凤冠掉的地都是珍珠穿的 那还不给散了吗 哎 你看看 这么些个宝贝东西您怎么不要了 来人哪 快捡捡快捡捡 哎呀 娘娘千岁息怒 您息怒我一会儿就叫 怕人没招供啊 哎 您千千 好啊 你诚心的气我 我不活了 娘娘过来就跟扣大人撞头 您琢磨琢磨扣大人 他是个文官 说实在的 嗯 他不会武术 全家更不会他什么也不会打 啊 可他要跟娘娘比较起来 他可是大英雄啊 娘娘低头一撞他 趴在旁边一闪声 哎 就这一伸手照娘娘这嘴巴啊 啪 别管打轻打重 他给娘娘一个嘴巴 娘娘一瞧 我 咬 好扣住呢 你打我 我打你 你再跟我撞头 我还打你 来人呢 给他砸 当差厉害 这小官是厉害 他从来没甭说见过 连听说过都没有 敢打娘娘的 你打娘娘 我们不敢打 你 我们不敢打 我们可敢砸砸吧 娘娘的这些个轮架 哎 什么这个金瓜岳府朝天凳啊 鹰鹉鹰帆鹰赵鹰啊 什么铜锣呀 对四马马上的见过呢 拉下来啪啸啪啪啪啪啪啪 就给砸吧 把凤年也给拆吧 打工啊 才女还不好打呀 哎 都砸不完了也打了 娘娘一看大堂上这个乱呐 哎呦 好扣准哪 你敢打我 招阳国母这是 不是偏匪 哎呀 娘娘一瞧就叫我如何 如何活在了世上 好 我跟你没完 我要扳不倒你扣准 不要了你的命 我就枉为招阳国母 自己把脸就给抓了 把头发也给闹乱了 来人呐 公哥才女一瞧那衣服也都撕破了 哎呦 娘娘前岁要何吩咐 赶紧给我顺脸 我上八宝金殿 建军我告他去 顺脸 公哥才女一看要娘娘 您您您布下脸吧 怎么 那娘咕咐都叫她们给砸碎了 我去 哎呦 我可活不了喽 来呀 掺我上殿 是 公哥才女掺着娘娘走出了衙门 就奔了金殿 娘娘一边走着一边想词 星寇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胆的官 哎 把哀家的鸾架给砸了 这回我要不了你的命 哼哼我就枉为潘国母 嗯 喔 这杯潘小羊 贝贝参参奔了龙京 他一边走着就不压管要 我恨嘛 口吞 理不当人 吃了你的心血 吞了包子蛋 你居然在大堂之上 抬起手来把我冷 唱四两年花泥河 放上礼法 哀家不是一盏生油的灯 各一回 大宝今天 上院高庄 那当今万岁 准把我迎送 只要是傻了 高官口准 也不忘 我今天之上 大冤生 他为尽五门 放生的悲痛 我的五皇万岁在上天 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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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 贝贝参参 上了今天 龙牆上金筒 这位孙太宫 二弟太宫 望下光看 瞧罷了多时 发了浪张 这谁啊 五皇万岁万万岁玉妻 愿望啊 皇上一看 这位娘娘穿着日月龙凤凹 是娘娘 可是头发散乱 脸上一道一道都熬破了 你是 玉妻是我呀 您怎么不认识 哦 昭阳国母 现在怎么娘娘这模样 与妻 你 你这是怎样打扮 哎呀万岁 我这是打扮的 欺兵万岁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娘娘就把前因后果根本来由说个清楚 潘阳两家打了官司 新来的这个问官叫扣准 听说扣准呢 哎 挺有本事 断案如神 哀家想听堂去 所以我就在大堂上听堂 可我听着听着堂呢 谁知道扣准 他是嫌我听堂去了 他还是不知了什么原因 他问着问着案就问到我这头来了 嗯 抓了爱家一脚直错 他就动手打我 无数万岁 您看把我的封关他也给摔了 把我的脸也给抓破了 他揪着我的头发就打 欺兵万岁与哀家作主 这真是误告 他抓词呗 皇上这么一听 腾腾这伙就上来了 啊哈 好你扣准 七品县令 生你四品 就这跃着鸡的风啊 你既然小小的御史 敢打我的 玉妻 这我原配低妻 招阳国母 一人之国母 天下之国母 执掌招阳 你这动手打娘娘 明儿你就该打皇上 这真是了不得了 好 玉妻 不要难过 旁边坐着 坐下 我给你报仇出气就是 来人哪 选御史扣准 叫扣准 执意刚传还没等着 武门外边喊呢 有皇门关上来 报 欺兵当今万岁扣准 双天关 武门外后之 双天关 皇上一想 我封他御史 谁封他双天关 好好好 来呀 叫他上去 旨意传下 扣准 答应 皇万岁万万岁 臣 冤枉 那他也冤上来了 皇上望向一看 一瞧扣准 带着凤翅的 无纱 这无纱翅也斜了 一个冲上 一个冲一边 一看他 一看他绿带 鞋面签跨着 这巢靴 他坟底的巢靴 这么厚的靴子底呢 穿着一只 一只在肩板背着 一看他头里 这个袍子 也跨到了 绿带的外边 就这样一缺一点的 上了殿 皇上咱们一看着 谁封他的双天官 不用问 准是巴翁前岁 咱们那大宋家 是南北宋王俩 皇上 心里会封他 多大的官 我不管 扣准这个模样上殿 这不失了官帖了吗 什么群都不管 下边可是扣准 正是微臣 我问你 上的便来口口声声喊冤 你冤在哪里 你怎么冤呢 骑兵当今万岁 那扣准还不实话实说 我怎么审问太阳 娘娘怎么去厅堂 一国的国母 又有她家里的人打官司 您说叫我如何审问 我不好问 可是问着问着 娘娘把凤冠拽给我了 就跟我玩命 所以她命差人 玉伦军把我摁在地下 就打 您瞧打得我遍体是伤 靴子也给我扒了 头发也给我抓了 骑兵万岁做主 皇上这么一瞧 个人说个人礼 啊 好吗 大眼的打你 真是岂有此理 扣准 你看看国母娘娘 什么样子 你看看她 骑兵万岁 微臣是天单也不敢 对娘娘如何 请您做主 做主 你倒想着 我做主 我宰了你 来人哪 皇上吩咐要对扣准 如何如何 包 骑兵万岁得知 八王前岁到 你看 八王爷来了 说实在的 这当今皇上 在八王爷手里的有盹 他也是惧怕 当初创业打天下 是八王前岁 他父亲 赵狂印 一条盘龙棍 打关西打关东 打下了万里江山 可是父亲死了 父传子家天下 应该是八王前岁 八王前岁还有个哥哥 叫赵德元 应该是大太子登基 可是呢 他是地串兄长之位 这个皇上 太宗 是赵狂印的亲兄弟赵二社 赵狂义 那时候赵德方小 大太子呢 生气在八宝金殿碰死了 嗯 所以呢 这赵儿社登基 这赵德方的母亲不干了 在八宝金殿骂殿 才大宋江山分为了两谷 封为南北宋王 加封八王前岁 一个王吃着八个王的奉路 哎 又封杀的王命金简 这简呢 就上殿滚昏王施政 下殿能滚 宁臣不忠 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个宾妃 给了八王前岁这么大的权力 所以今天八王前岁一上殿 这皇上心里头也有点胆怯 不过呢 不能显露出来 哦 千岁了 来啊 有情 旨一传下 功夫不大 八王爷就上殿 抱着王命金简 脸望下沉着面沉似水 到了金殿 给当今万岁建完了礼仪 皇上赐座坐下 八王爷怎么来得那么及时 书有明笔暗笔倒差笔 扣准一看娘娘走了 他就琢磨了 娘娘不是好惹的 哎 这要到了金殿上皇上面前 怎么一告我 一告一个准啊 我活得了吗 哎呀 哎 怎么办 南庆宫 所以他就到了南庆宫 一见八王前岁 八王爷一看 哎 扣准啊 今天 你不是问案吗 啊 问案 怎么样 哎 前岁 我正问着问着 娘娘去了 哦 哎呀 八王爷心话 这朝阳国母 胆子可真不小啊 啊 不使案的了 敢出头露面 明目胀胆的去了 那么娘娘去了怎么样 嗯 娘娘要听堂 可是我又不敢 不叫听 嗯 给搭了 搁坐 就叫她坐下 听堂 不过我的官司呢 是以工办工 我该怎么问呢 我还怎么问 我 我正问着了 他人美啊 四招要不招的功夫 娘娘就不干了 娘娘说 我花钱能白花吗 我说 您不白花 您叫我怎么样 他叫我把官司翻个 审问杨六郎 马上就得翻 我一个不听 他 他 他就要动怒 哦 那你怎么办 我一看没法子了 我就跪地下哀咬吧 我就多说好话 又磕头 又说好话 哀咬 那么娘娘 娘娘还不干呢 娘娘说什么也不答应 一定叫官司翻个 那你呢 我还磕头 蹦蹦蹦 我就磕响头 那你磕响头 他说什么呢 他说官司还得翻个 一定叫杨六郎 承认是陶军 承认是开小差 嗯 你呢 我不能叫他承认的 我就该怎么断 还怎么断的 没法子 我就叫娘娘走吧 我扬给娘娘走 娘娘呢 不走 你怎么办呢 不走我还磕头吧 蹦蹦蹦 我就磕响头 哼 你磕完响头呢 他还不走 你呢 我还磕响头 蹦蹦蹦 哎呀 叫你把我挤死 我的口该清 你光磕响头 他不走 你就不想个别的主意 我有什么主意 我只能磕头挨高 能到最后 到最后还得磕头 蹦蹦蹦 还磕头 那你 那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还磕头 那他不听你怎么办 不听我还得磕头 千岁 那你说不叫我磕头 我怎么办 那就打他 谢千岁 你谢我干什么呀 谢什么呀 我倒是没打他 没打他怎么办 我就扇了他个嘴巴 我这 喝 八王千岁 行话 这小官够损的 他玩他玩 绕来绕去 把我给绕了一辈 好 你打他个嘴巴怎么样 打嘴巴 他还不跟我玩呢 他还 还拿凤冠追我 我一看 没办法 我就把他的鸾架给砸了 千岁 您看 我该怎么办 八王爷 这么一瞧 这玩意儿 打了娘娘 那娘娘能随便打的吗 娘娘那个脸 只能皇上过去摸摸 别人能随便摸吗 可是一就打了 这玩意儿 也摘了不下去了 好吧 扣准啊 你投了走吧 先上殿 恐怕这阵娘娘肿告了你了 你先行一步 本玉随后就到 你投走 八王爷心里有个底了 所以先叫扣准来了 随后八王爷就倒 八王爷在这一坐 就带着气来的 沉着脸 不管你皇上害怕不害怕吧 但我心里有气 皇上一看八王前岁这模样 又看了看娘娘 跟娘娘 直歪嘴 实眼色 那意思 你走吧 你别在这盯着了 你想着报仇出气 出不了 你看不出来吗 八王爷这一来就出米来的 走 娘娘一看 我不走 心里的话 不给我出这口气 我是没完 我是娘娘 打了我白打 今后 我那怎么执掌朝阳啊 三宫六院 七十二个 兵妃都输我管 我 我没有微信 不走 我看他把我怎么样 娘娘就不走 当今万岁 缓和了一下 面带着笑容 千岁 愚直 不在南庆宫保养身体 不知来在八宝金殿 有什么事吗 本玉没有别的事情 请你看看这个什么 他把娘娘送的那份礼物 礼担拿出来 给皇上看看 皇上一看 那明镜 皇上心里明白 这是朝阳国母花钱 打电 官色打电的 哦 哈哈 现在这个 这个东西 是朝阳国母送给我的寇爱卿 寇爱卿又送给本玉东西 现在南庆宫 别的我不问 既然潘娘娘是一国的国母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他的父亲在衙门口打官色 他居然敢到在 玉石衙门厅堂 又花钱贿赂我的寇爱卿 问问他这是适何道理 叫我的爱卿 贪赃王法 受他的贿赂 官色翻个 请问我主 这是什么意思 嗯 执法翻法呀 没有别的说的 请皇叔传旨意把朝阳国母打在九连宫三角费命 皇上这么一听 得 信了会儿娘娘你不是不走吗 倒霉了 不杀死娘娘本玉不干 那可没法 没办法 只好如此 这个 玉石前不要着急 可是寇准把朝阳国母打了 打了朝阳国母 孤王也不能够轻饶啊 啊 那就先问寇准的罪 待问娘娘的罪 来人呢 把寇准给我绑枪起来 开刀斩首 不知道双天棍他的性命如何